不要笑挑戰 第一輪 遊戲規則是這樣的 第一次按照人物時間地點事件形容詞 在紙上連成一句話 聽到這句話笑的人呢 就要貼一個便利貼 最後便利貼最多的那個人 叫輸啦 現在要聽不懂遊戲規則沒關係 看就完事了 誒?誒?誒? OK 開始 詞寫好了 現在把他們連成一句話 小熊 中午十二點 可屁老玩家 跟胡蘿蔔牛賽堂 誒?好噁心 你為什麼要嫌我啊 我要把自己 我自己都輸出的好到位哦 你為什麼要在 跟胡蘿蔔牛賽堂 我喜歡 好噁心的歌 你真的去有點餓趣味哦 搞笑 我忘記了 我是不要笑哦 對 不要笑屌障 第二輪 由我開頭不是任務 準備好了 第二計畫是 大頭和男朋友 三年前 三大七同理 啊!太有意思了 這件事都發生在三年前 哇!你難怪要是誰啊 三三年前 我們好像沒有全都做過 太有意思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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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 又笑了啊 又笑了呢 這太好笑了 我不行了 好第三局了 這一局我 靜覺不曉 我也不曉 記住你們想說 怎麼好默契 所以第三句話是 哭鼎大頭 過五十大壽時 在小熊家裡 哭吐腳 啊 哭屁啊 為什麼要哭啊 在小熊家裡 你為什麼要跑去我家 哭臭腳啊 為什麼我五十大壽 要去你家哭腳 你還是哭屁啊 那真的很酷啊 你還哭一個五十大壽 怎麼又笑了 我咋脖子 我咋脖子 我眼淚都出來了 第四文 這是我絕對不會笑 所以第四句話是 花蝶和小熊 半夜兩點 在學校廁所馬桶裡 跟狗打架 哇 好企劃 他怎麼哭啊 為什麼我好笑 那是皮小狗不笑 跟狗打架 肯定是他在打我 在攬著他 就是那個狗 可能那個狗咬著他一口 然後他非得咬回去 為什麼要半夜兩點去跟狗打架 重點是他沒有笑 我們笑了 第五局 所以第五句話是 大頭和童說 凌晨十二點 在講台上 拿臭襪子給老師玩 媽呀 太短了 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三局都是我 為什麼 現在五局 三局都是我 你沒笑嗎 沒有 沒有 啊 錄什麼不錄啊 我笑點太低了 我看回放明明大頭就笑 沒有 我是微笑唇 大家倒過去幫我看 沒有 我開始第六局 最後一局了 這一局主要我忍住不笑 大頭笑 就有一個人可以陪我接受懲罰 因為我和小雕已經拉開了差距 我怎麼拖你下嘴了 我會笑的 第六句話是 胖胖的花田 出生一個月時 在媽媽的被窩裡 學烏龜傷腳踏 摔倒跳雜 大頭笑了 他從第一句話就開始笑了 所以六輪下來呢 我獲得了五票 大頭也是五票 我三票 啊 這個三票嗎 對啊 他笑點真高 愛笑的女孩 運氣一定會差 是我的整袋隊 那這樣子 既然我們兩個都輸了 那就讓他接受懲罰 你們犯規 我不啊 就是我們投票 投票不要接 我們不 我不啊 小雄受懲罰的去 手 好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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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還過快樂 有些人贏了遊戲 但是 又在又在坐在這裡 而數多人要去準備懲罰道具 你坐中間 老大 這個C位住你了 請入座 所以這個懲罰呢 就是小雄行義口水 去接送我們的